來講正經的 正經的 昨天 昨天這個瘋傳媒寫的一篇說 說這個國民黨的這個總統內戰又要開打了 2019年的那個內戰又要開打了 說贏回郭台銘是為了卡侯友宜 說朱立倫最近積極的在 叫贏回郭台銘加入國民黨 就重回國民黨啦 然後呢就有某企業大佬突拋說 他為什麼用這麼積極的 要把郭台銘找回國民黨 是因為要郭朱沛 然後藉此卡掉侯友宜 那會不會又就是你知道 這個一個蝴蝶效應之後 又會重演2019那個大亂鬥的狀況 我覺得推理小說啦 我跟你講那個推理的細節 會讓你乍聽之下覺得很合理 為什麼呢 因為呢如果今天是 侯友宜最後是代表國民黨選總統的話 那不可能侯朱沛 因為過去朱立倫做過侯友宜的市長 那市長做以前的副市長的副手很怪嘛 所以侯朱沛基本上是不可能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那把郭台銘贏回來 做郭朱沛好像比較合理嗎 很合理 比較合理 尤其是郭台銘年紀也大 搞不好做一屆 接下來換朱立倫 這是推理 我覺得這個邏輯跟推理 非常合理啦 郭台銘他是怎樣的 郭台銘就是 他一直滾動式的 會去研判說他選總統會不會上 如果在國民黨初選的最後期限 他那時候發現 之前做了很多動作在加溫 然後民調呢有贏的把握 我覺得他就會回國民黨 這次我覺得也是 就他會一直討論 一直加溫 一直討論 到最後一刻 決定要選或不選 那如果他決定不選 那就不會有郭朱沛的問題啊 根本這 是不是朱根本就 根本沒有這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 這篇文章就是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反正總是 他裡面講了幾件事情 包括像是 朱立倫陣營 積極的想要拉攏 郭台銘回到國民黨裡面 然後呢當然這個等一下 我們會討論他的動機是什麼 然後可能性是什麼 然後呢另外有所謂企業大佬 企業大佬 然後認為說郭台銘就是 覺得郭台銘選總統的機率還是很高啦 然後呢他當選機率也很高 然後也覺得他自己的意願是很強烈的 包括說他在這個新竹市長這一局 雖然最後沒有幫高雄灣站台 但是私下的這個運籌帷幄跟奔走 這個穿梭其實是也沒有少做 所以看得出來他對政治是沒有斷念 而且非常積極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就是朱立倫終究可能還是會有 會讓自己能夠上位 終究有一個總統夢嘛 然後所以說呢要卡掉侯友宜 唯一的辦法就是郭台銘如果願意回來的話 那才有辦法擋住侯友宜 不然侯友宜要參選總統這件事情 恐怕在國民黨內是勢不可擋的 那這是這一篇文章要講的脈絡 那原志已經講了他的結論 他覺得他是把幾件不同的事實 未必有因果關係的合在一起 然後把它寫出一個故事性 可是有幾件事實 有幾件事實我們可以一件件來釐清 你也認為說他其實是有意願 我覺得有意願 他還在觀望 但我覺得可以確定的是 如果郭台銘最後他決定要回國民黨 我認為國民黨裡面很多人會幫他開門 讓他進來選 應該會 有幾種可能性啊 他如果要正常循重新入黨的 這樣子的途徑的話是沒辦法選總統的 因為你們有黨權的問題嘛 黨權那個冷卻年限的問題嘛 那再來就是同舟計劃 同舟計劃是朱議員自己搞的啊 他不需要同舟計劃啊 因為他不是被開除黨機啊 他是自己退黨啊 可是他要重新加入還是有一個冷卻期 好像兩年還是幾年才能被選 被選舉成為公職嘛 被提名成為公職嘛 我覺得如果郭台銘他講說 好我思考以後民進黨才太爛了 朱目為官 勤奏實路 我決定要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 國民黨不可能說 不行不行不行 不好意思喔你沒有黨員資格 不可能嘛 所以他一定 他要回來一定是會提名他啦 那關鍵是在他要不要回來 我覺得是這樣 那現在你就看 然後那猴的部分 下一張是猴啦 那猴的部分啊 猴反正就是說一直就講這些啦 你也不知道他在講什麼話 就是會一直混混到大概四五月啦 反正你也這段時間都是這樣 然後猴會三不五時拋一些 讓你覺得好像 唉唷他要幹嘛的話 他也可以討論 我們不當強國的棋子 對唉唷唉唷 有什麼忽然間講 馬上引來賴清德回應說 回應 以美論喔 但是 但是猴 奇怪欸我也沒講強國是誰啊 不當強國的棋子 難道 這樣不對喔 那難道我們 我們要當強國的棋子嗎 他會講一個這種 乍聽之下都是對的話 讓你去討論 然後 猴不是 好像傳出要去新加坡嗎 你有看到這新聞嗎 然後大家又在討論 唉唷 猴為什麼要 這個時候要安排出訪新加坡咧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會幫忙 推波助覽一下 欸新加坡很重要啊 新加坡就是那個 新PASS 要去考察新PASS 考察新PASS 這個是市政 但是呢 這個新加坡就是馬錫會的地點啊 孤王會談的地點啊 政治意義重大啊 我想說大概猴有出場的方式是這樣啦 就是說他被掙著就對了 我就說先讓郭台銘試試看 看郭台銘他到底 他會不會願意想要回來 如果願意應該就是郭 但是如果 如果郭沒有回來的話 因為郭會算嘛 沒有勝算不會回來嘛 如果他不回來的話 我覺得會掙著猴啦 我覺得是這樣 沒有了